时空之机,现代王者 在现代的繁华都市,一位名叫张凡的年轻人,是一家小公司的普通职员 他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钟,尤其是三国时期的故事 他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关于三国历史的书籍,深入研究着这段战乱时期的故事 某天,当他熬夜阅读时,突然感到一阵眩晕,接着便失去了意识 当他再度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处一座陌生的宫殿中 他试图弄清自己身处何处,却惊讶地发现这里竟然是三国时期的汉朝 张凡慌乱之中得知,他的灵魂穿越到了一位寒门子弟身上,成为了汉朝的一位无名之人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在晚上睡的是一张华丽的龙踏,而白天却要处理着国家的政务 最初,张凡感到困惑和无助 然而,他很快发现他身处的是汉末时期,战火连年,政局动荡不安 他意识到自己拥有难得的机会,能够运用他对历史的了解,改变这个时代的走向 在汉朝政治舞台上,他以一乎寻常的智慧和见识,吸引了众人的注目 他巧妙地运用自己对三国历史的知识,开始策划一连串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他借着与吕布等知名将领的交往,逐渐建立起权力和影响力 然而,张凡深知自己身处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命运的捉弄 他的行为和决策受到许多限制,他不能够大刀阔斧地改变历史,因为这牵涉到无法预测的后果 他与吕布之间建立的关系尤其复杂 吕布是当时的一位强大将领,傲慢而又有着惊人的武艺 张凡需要小心应对他,同时又地保持与他的良好关系以掌握更多权力 随着时间推移,张凡在政治上的手腕和智慧被人称到 他逐渐将国家带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然而,他始终清楚这是一场无法预测结局的游戏 他的目标是确保国家的繁荣与和平,同时保护自己的生存 在剧情的高潮,张凡面临着一系列关键的决定 他发现自己不仅仅是在改变历史,也在挑战命运的安排 他需要做出艰难的抉择,同时面对战乱时期带来的无数挑战和危机 最终,张凡以他独特的方式成功地保持了国家的稳定 但同时也尝尽了权谋之苦 他明白,穿越时空的机会并非给予他改变历史的权利 而是让他理解历史的脉络,并在其中做出最明智的抉择 故事结束时,张凡的灵魂再次感到眩晕 他发现自己回到了现代 然而,他留下了一段难忘的经历和对历史的更深刻理解 让他成为了一个改变者,即使只是在梦中的国度 这是一个关于穿越时空、政治权谋和命运捉弄的故事 讲述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并努力保护着他所真爱的一切